副市长林一华与卫生局长黄建华 以及文山区区长刘哲明等一行人 来到文山区景华公园 视察社区登革热防治工作 由于山坨台风刚过 公园草皮地挖处人行道旁 甚至是儿童邮据缝隙都容易积水 副市长一仔细查看 或是用司令控把它填满 如果长时间下雨确实会有一些积水状况 现在逐步在做一个改善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由于台北市首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 为不明感染源 加上台风来袭多日降雨 登革热传播风险升高 因此除了文山区公所 立刻成立区集应变工作小组 进行登革热防治工作外 也呼吁民众落实寻道清刷 避免病没闻资深源 我们对于登革热部分 台北市各局处一直都做很好的把关 但在10月1号 那在12号确定出现我们台北市的第一例 因为就在文山区 那这一例呢 因为它就是没有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新北市最近就有一个比较群聚的部分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它中和跟新店的一个活动时 所以现在还在做疫调当中 那这个部分至于是怎么样的相关性 因为相关基因比对呢 我们必须要送到中央去 一般是7到10天才知道结果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同时的就必须要对环境的部分来做一个整体的清理 那因为这位的就目前登革这个个案呢 它的活动比较是在我们文山区有三个里的范围 所以三个里的里长都带着制工 这几天我们都已经做完全部的一个清理 但今天我们还是针对重点这个景华公园的部分 还是有去做一个 类似说大家刚刚看到有些地方水排不掉 好那那个部分怎么样子公园处来来做一些 整体到要把沙补上去啦等等这样的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把那个做一个清销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会把这些该做的环境保护的工作 第一行点先把它把关起来 一知道这个案之后 10月2号文山区公所区长就成立的这个应变中心 那当然就必须要集合我们所有各单位相关的部分 来确定工作落实 像刚刚来看过景华公园状况 就必须呢区长就会尽快再召开第二次会议 确定我们今天所看的各部分 各局处都能够按照要求把它做到位 那这里面我们除了这个公园之外 附近的社区应该要有的巡道清刷 因为尤其为什么今天来 就因为台风刚过后下过大雨 所以很容易有积水 那这时候怎么样把积水部分 排除掉该做的巡道清刷 那另外这附近也有学校 所以学校部分呢也整个必须要动起来 把巡道清刷做好 那另外当然就不是只有这三个里 而是透过这样一个个案 就要求所有的区 所有的局处都在这时候 必须要全部动起来 来做一个好的把关 由于确诊个案 居住地与活动地横跨文山区 警东里 警行里与警华里 里长也迅速动员 里面及环保志工 进行社区资深原清除 展现社区自主动能 全民动起来 全民动起来 灯格热楼卖来 灯格热楼卖来 我想这个老人家 因为他每天都有出来运动 那他也没有出国 也没有去过其他外县市 所以我们也是 平常因为就已经是很 注重这个环境清洁维护 突然间有这样的个案出来 其实我们也蛮惊讶 可是出来我们还是得要 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那我们就也每天 几乎都在广播 还有用群组去请大家 去做清检 检视各地方的居家环境 一些除水容器的清道 刷洗 这些比如有分析轮胎 或者一些环保碗筷 或者像一些塑胶帆布等等 塑胶袋类的这些物品 都要把它清除 这样一个工作 那包括水沟 我们也常会请居 居住在附近的周边的 这些住户 要能够做一个清检的工作 避免这个有储水 积水在这个环境周边 滋生这个决绝 我们各邻有各邻的邻长 那我们也常在群组里面 发布起邻长 他们自己去自我检查周边环境 甚至就是发动居民 一起来做动手起来去检视 周边的居家环境 维护清洁 那如果有一些不配合的民众 我们也拜托清洁队 来帮忙去做一些 劝导疏导工作 对 那我们有一些热心民众 其实一些服务志工 真的也很帮忙 就是平常早上起来 他可能就在家吃完早餐 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个 扫除地方环境卫生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卫生局也提醒 登革热潜伏期为3到14天 民众若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 骨骼痛 关节痛 出诊 恶心或腹痛等 登革热疑似症状 请尽数就医 并主动告知旅游时及接触史 以例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确保自身健康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